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AMPUS的优仔功课 在国际赛档期间,有一场友谊赛大战 英格兰对巴西 重点反而不是说这场赛事 而是说英格兰在这场球场穿了新球衣 这件新球衣是为英格兰国家队 在这个夏天的欧洲国家杯新设计的球衣 这件英格兰的球衣主要比较简约 我自己个人可以的,简约一些我都喜欢 真论点就是昨天说太像法国家队的款式 在卡塔尔世界杯 另外最多人谈论的地方就是 英格兰那件球衣 其实领口后面有个红色的十字 这个圣乔治十字 这个红色的十字架 对于英格兰的球迷来说是很重要的 根深剔固 现在一剔方面也有说想有些玩味 就是有些设计的 就把红色的十字架变成了红蓝子 也有很多谈论 都是喜欢旧那一款 这件球衣 英格兰大家都在这一刻都见过了 这件新球衣 说到球衣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于球队来说也是 因为几有代表性 例如 一讲巴西 国家队 你会想起黄色 意大利 蓝色 黑洛地亚更加经典 红 白 格仔 至于香港 球会 以往都很多经典的球衣 一讲要讲 精工 两个V字 领口两个大V字 这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南华会更加不用说 红山白酒 星岛 黄色 黑色 鱼丸 海峰 这些都是一想起就是绿色 就是他们的主场波三 是很有代表性 一看这些 各位球迷都会知道 至于欧洲方面也有很多 譬如分飞加就是红色 鹿鹿地边 曼城 车路士就是蓝色 蓝月亮 蓝战士 红军利物浦 红魔鬼 曼联等等 数之不尽 很多很多 所以一件很有代表性的波三 对于国家队也好 对于球会来说 都是十分十分之重要 记得约干年前 曾经 英格兰一支的球会 卖盘 转了新老板 新老板 想搞搞新意思 将本身传统的波三颜色 想改变 当然 牵然大波 受到当地球迷的激烈反对 最后就没有了一件事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球衣 这一件事 我身边都有不少的朋友 也都喜欢吵球衣 最重要的一点 你可以穿着爱队的球衣 然后一路看球一路跟他打气 其实通常在街上 逢是大战的话 你会在那一天 看到各方面的球迷 穿着自己心外球的波三 那天在街上已经穿着 想着那一晚会支持那一队球队 所以波三是很重要 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件事 好 谢谢大家 继续支持我们安博体育传媒 下次再和大家见 拜拜